你好 欢迎收看5月19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会 113年上半年度守望相助人员常年训练是在玉里分局举行 参加的训练人员高达了113人 晚上9点多县长徐政卫还特别到了玉里分局 他出席这场会议同时也表示 治安交通及社区服务都是靠警察的力量是有限的 这些平常分布在各地的协企名利成了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更和警察站在同一阵线担任起地方的首富神 县长表示他们牺牲奉献精神令人感佩 113年上半年度守望相助人员常年训练 晚间在玉里分局举行 参加训练人员高达113人 县长徐政卫清零玉里分局三楼礼堂 并表示治安交通以及社区服务单靠警察力量有限 这些平时分布各地的协企名利 就成了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更是与警察站在同一阵线 担任起地方的守护神 他们牺牲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 民防训练中有玉里分局技术教官林顺义教授 勤拿术交通疏导等专业的技能 提升自我防护的能力 另外也积极发掘而虐极家暴事件 并且介意防范 接续是业务组长宣讲社区治安补助作业的要点 以及相关注意事项 所有人距今会神在课程上 充分了解自身的福利以及义务工作 记者高雄双域正采访报道